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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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北美洲的地形 看看这张漂亮的照片 这是在美国犹他州的波浪谷 是水流跟沙烟所形塑出来的美丽地景哦 首先北美洲的地形虽然很复杂 但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区块 一个是东部的高原低山区 接下来是中部的低地平原区 最后则是西部的高山盆地区 那我们就一序来谈谈这三个不同的区块吧 首先是东部的高原低山区 在加拿大东北方的拉布拉多高原 其地质非常的古老 又有顿地之称 那地表因为经过长久的侵蚀 也相对比较平坦 那在气候条件之下 其土壤层比较浅薄 很多的湖泊跟沼泽的分布 所以是不利于农业耕作的 所以这边的万能人口是比较稀少的 但是这里有非常多的林业资源 还有非常多的生物 所以还有动物的毛皮 那同时因为顿地的关系 有非常多的金属矿可公开采 那这就是东部低行的特性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顿地 顿地的话呢 顾名思义 它就像一块盾牌一样 非常的坚硬 那不受到造山运动的影响了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路块了 那世界上来讲的话呢 三大顿地区 包含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加拿大的顿地 还有一个就是西伯利亚的顿地 最后一个就是南非的顿地 那这三个的共同特征都有富含金属矿 这也是古路块的特性 刚刚谈完了高原 现在我们要来谈第二个东部地形 也就是低山区 阿帕拉契山是一个骨折区山脉 经过长久的侵蚀之后 其山市低缓 基本上呢 没有什么阻碍的地形了 再加上北段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地形图 过去因为受到冰河侵蚀的关系 出现非常广阔的U型骨 那居民们呢 就利用这样子的通骨 进行东西向的联络跟沟通 那二来现在还有所谓的摩河克河 跟哈德森河 这两个河道 也变成了现在水运非常重要的路线啦 那南段的话呢 就是山市连绵 就是整个阿帕拉契山由南到北 南北向的连贯 那阿帕拉契山跟海岸平原的交界处 因为卵硬沿尘抗湿力的不同 也就是差异侵蚀的关系 所以会形成很多高度落差 较为明显的断层 那我们从这样的地形图 就可以很清楚再看到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界线 这个线就称之为是瀑布线 因为有非常多的急流跟瀑布 那这样子也会成为东西向交通的阻碍 但是呢 虽然不利通行 但利用这样子的高度落差来转动水车之后 带动了这样子激动力的方式 所以就会变成很多的重工业 就是工业发展的所在地 那最后工业化也就造就了都市化 所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都市 像纽约 也会飞成巴尔蒂姆华盛顿 基本上都是在这条瀑布线上 那第三个东部的地形 则是沿海平原 从这个地形图当中 可以清楚的看到 以启沙比克湾为界 以北的话呢 平原是比较狭窄的 因为海岸跟阿帕拉西山靠的很近 所以基本上海岸线是比较曲折的 有很多的两岗 还有很多的岛屿 也成为早期移民的主要登陆地点 所以开发比较少 再加上刚刚讲的瀑布线 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 形成了人口密集区 所以刚刚的大都市 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蒂姆、华盛顿 这个波纽华都会带就是在这边啦 那我们来小小的考验一下同学咯 请问一下这样子的地形 主要是沉水海岸还是离水海岸呢? 这一题应该很简单 没错 看到岛屿众多就知道 这一定是沉水海岸 非常好哦 那若是以刚刚讲的起沙比克湾为界 其南方的话呢 平原就比较宽广了 所以可以看到深绿色的部分比较多 那海岸线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平直的 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空照图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滩 对不对? 非常的比直 也比较多的沙洲啦 西湖啦 还有湖泊、沼泽等等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人口是比较稀疏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适合靠岸的两岗 所以比较不会发展成大都市 大概的话都是以观光活动为主 所以这个照片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啦 接下来进入中部的低地平原地形 主要位在东边的阿帕拉契山 和西边的洛基山脉之间 有宽广的低地和平原 那北半部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遁地 就我们刚刚讲的加拿大遁地的一部分 又受到冰河侵蚀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的冰石湖还有冰气平原 那这个冰气的话呢 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级的 因为泡在冰水里面 这样子的土壤当然就不会有多肥沃啦 同时不利农耕再加上本身气候条件 比较冷湿的情况下 所以这边的北部地区 它的冷淹是比较稀少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过去 第四季冰河的分布的范围 那那个KA的话就是千年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它大陆冰河的中心就在哪里 没错 就在这个哈德孙湾上面 所以你看到那个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哈德孙湾 其实就是过去它的冰层太厚 厚到就是很重 所以最后就把什么样地给压线了 很特别吧 所以你看到整个陆地 为什么那边会缺一个洞 其实它就是因为它是过去大陆冰原的中心 好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 北美洲的地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不一样的冰河地形 包含我们刚刚谈的大陆冰河 以及以高山为主的三月冰河 那其范围的话呢 大陆冰河主要会在高尾区 三月冰河当然就在高山区才会形成啦 范围的话呢 大陆冰河会比较广大 那三月冰河它就是限缩在山顶上嘛 而且尤其都是比较高尾度的山 才会出现所谓的冰河 好 那大陆冰河它叫冰河 就是冰向河流一样会流动 只是很慢啊 每一年下来的话呢 可能才一两公尺而已 所以它移动速度很慢 不过现在全球暖化 现在它的移动速度很快之外 它甚至是不断的消退消聋的 不过我们先谈的是过去的冰河 所以在过去的话 它冰河移动的模式 当然就像挤力 就是我们拿一块麻吉 然后从中间压下去之后 就像冰嘛 冰一直不断的堆叠堆叠 所以中间很重 对不对 然后所以它会往四面八方挤压 所以它就会慢慢 冰就会慢慢的移动 这就是挤力 那山越冰河的话就很简单 就是重力嘛 因为它在高山上 所以从山顶慢慢的往下滑 那地形的话 大陆冰河主要形成的就是冰石平原 所以有非常多的冰石湖 像北美洲的五大湖区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冰石作用所造成的 那山越冰河主要形成的地形就是角峰跟冰斗 这个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也有谈过 那大陆冰河在北美洲的中心是哈德顺湾 山越冰河的中心当然就是在洛基山脉上了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冰河的比较 那当然在冰河作用的外边 就会形成所谓的冰河堆积地形 所以五大湖区是冰石地区 五大湖区以南就会开始形成所谓的冰河外溪平原 再更往南的话就是所谓的峰基黄土区 所以还记得那四字口诀吗 石、气、喜、基 所以从冰河的中心一直往外 那这样子的话就形成了整个北美洲 中部地形的话由北而南 依序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冰河外溪平原 那接下来往南是峰基黄土区 再往南边已经没有冰河作用了 所以它是河流的冲击地形 所以就形成了密斯施壁河的冲击平原 那它是河流冲击出来的 所以它的土壤城是比较肥沃的 那因为肥沃的关系 所以也有利于农业活动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农业带 那再加上南北向的密斯施壁河的水运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流域图 沟通南北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农产品往外运输 所以密斯施壁河它出海口的这个新奥尔良 就是纽奥良啊 是全美的第二大港口 那一定会想问第一大港口是 就是纽约啊 对,当然啰 那最后一个部分 这是西部的高山盆地地形 它是由数条新泽曲山脉 南北重列 包含海岸山脉 克斯开山 洛基山脉 那既然它是南北重列的地形 那我们一定知道它一定是板块怎么样 东西向的碰撞嘛 所以它是太平洋板块 还有北美板块互相碰撞 所挤压出来的 那在这个山跟山之间 就夹杂了很多的高原盆地跟古地 好,第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洛基山啦 它是北美洲最高的山脉 也是河川主要的发源地 第二个部分 你会发现刚刚我们提到海岸山脉嘛 井陵海岸边 所以它的沿海平原 是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 但是呢 有一个加州的中部古地 相对来讲有宽阔平坦 有非常多的灌溉农业 就是我们讲的地中海型的农业 所以它这里的话 气候舒适 地形也平坦 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 所以你会发现像旧金山啦 圣地雅各啦 其实都在这边 延续刚刚这个板块碰撞的解释 所以这里当然就很多的地震 也非常多的火山活动 那再加上洛基山脉的话 刚刚我们讲它是山越冰河的中心嘛 所以有很多的冰河侵蚀的情况之下 那这些冰河其实都融化了嘛 所以也变成很多的河谷了 那河川切割的情况之下 火山、地震、冰河、河川 所以形成非常多壮丽的地景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国家公园哦 那这个火山可以搭配这张照片来看 就是圣海伦火山 它到现在都还是火火山哦 所以1980年圣海伦火山喷发之前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火山地形 不过它在喷发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火山口 这样子的一个cratter 就是很大的一个火山口 整个崩裂了 那可以看到那时候火山爆发的时候 那个浓烟串的非常的高 所以它其实从1980年之后 都陆陆续续还有喷发 非常壮丽但是也非常的危险 那第二个的话呢 除了火山活动之外 这里当然也有断层 那号称地球的大伤疤 也就是圣安德烈斯大断层 它是一个平移断层 那这个断层错动的时候 当然就会带来地震嘛 所以这个是加州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其实东部的居民像纽约很少会有地震 但是如果是西部的话呢 这里的居民对于地震 其实他们都是习以为常了 跟台湾一样 那这张照片就是从8500英尺的高空来 你看这个圣安德烈斯断层 非常的壮观 最后我们来整个看一下西部高山盆地地形的话 因为比较复杂啦 所以我们用一个示意图来解说 左边的话是太平洋 右边的话呢 这是中部的大平原 南方是美国跟墨西哥的戒河格兰特河 那在中间这一块地形的话 我们刚刚讲南北纵向的山脉嘛 所以从西边到东边依序海岸山脉 在克斯开山 南部有内华达山 然后呢再往东边一点就是最高的洛基山脉 那在中间的话 我们刚刚讲了嘛 夹杂的中部的加州谷地 然后在克斯开山、内华达山以及洛基山脉之间 它有哥伦比亚高原 还有中间的大盆地、盐湖盆地 也就是沙漠区 最南边则是科罗拉多高原 那科罗拉多高原有名的原因就是这个大峡谷嘛 因为科罗拉多河的切串 所以形成一个高度落差超过千公尺 非常壮丽的峡谷地形 那我们今天的北美地形就先到这边为止啦 紧接着看下一支气候的影片介绍吧 大家拜拜 by bwd6 by bwd6